200万游玩只有10%过关 尽手特种弹图有多难 前面的关卡太过基础 我们直接看看后面的 扔传送球 这个也是基础中的基础 但要在这个弹块上面就有点难度了 不过还好我十分的熟练 最后坦板坦自己 轻松过关 这个地围下传送球也是一样的 熟练掌握以后就不难了 轻松拿下 还有就是这个地围叠叠跳 记得就是原地直接拉两下 然后就能踩上面那个雷 下来我们直接勾搭飞铁 连跳过去 嗯 这怎么回事 感觉过去都过不去 原来是在后面啊 我直接回去 担好一个勾爪 加滚动边下轻松拿下 接下来我们一步后面的关卡 这些还是略显简单 地围炸勾抓 其实这个和炸传送球 是没什么两样的 只是改变了抓过的落地位置 跳冰柱 这个方向键不要松开 回拉就好了 虽然说我这个跳得不好 但是呢 坐着放了传送门 这不是可以偷懒吗 我直接就是往回跑 这不是也是通关了 后面冰柱 旋转跳就好了 箱子回溯 这个也是老设计了 现在古塔我都是 如鱼得水 非常的轻松啊 下来是走旋转直线 这个在刚一步卡建模下 还是十分轻松的 下来就是魔鬼试炼了 小妙我就不结束了 大家看好了 小妙我就不结束了 这不就拿下了吗 家人们 其实地图难度是有的 不过就是加了菜单传送门 这哪是新手图啊 你明明是特种半途 哈哈哈哈